新北市淡海新市鎮集中市大楼住宅新市居都 而这类型的住宅也有许多公共设施 都是为了协助社区管委会 邀请祝父还有长辈共同参与 举办多元学习课程 而淡水区公所推广新北市社会局 核定补助的影法俱乐部先修班 在新市鎮当中的蒙德里安社区 推展第17处的先修班 而现场区长也一同与长者们 一起做健康运动 展现出课程成果相当豐富 高兴看到我们蒙德里安社区 这个部分有将近700户的民众 这个大社区 那这些长辈能够出来一起来上课 那非常高兴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社区 它也跟这个林良堂这边的合作 跟公所合作 那我们希望说 把这样的课程带到社区里面 让长辈 然后有这样的一个课程成长 有不同性质的 有包括这个运动的 可能是静态的 美术的等等的课程 让长辈在这边生活更充实 区长表示 目前淡水地区有超过650个公寓大厦 而有些大楼的公共设施十分完善 有会议是交易厅 视听中心等等空间 而这去年三月底 市府社会局辅导淡水 召开说明会之后 淡水公所已经主动协助超过17个 公寓大厦管理委员会 向新北市政府社会局停出申请 借此增加社区住户彼此间的互动机会 凝聚祝福力量 发展出信任关系 降低社会孤独感 提升整体对居住环境的认同感与幸福感 我们是希望借由在热灵计划里面 这些专业的老师协助下 借由专业多元的课程 而且据点就在社区 不需要老人家或是长者 还要周车劳顿到别的地方 在社区就有一个这样的据点 可以举办这样的活动 那大家可以在社区里面就凝聚形成 这个彼此认识关怀 最后达到互助 区长表示淡水65岁以上的长者 有34000人占全区人口的17% 逐渐迈向超高龄社会 为了服务更多长辈 详应区长推动理理英法俱乐部政策达标之后 今年更推动了英法俱乐部先修班 让没有办法前往各关怀据点的长辈下楼 就可以参加各式的健康促进 文康休闲活动 还有老人共餐 期待透过公私力协助 社区自助 达到共好共融 创造公寓大厦的自身价值 提升市民朋友对于基础环境的认同感 落实在地老化 活药老化 还有健康乐活宜居的城市目标 记得去端一淡水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